春天是很多植物繁殖的一个最佳时期 也是千叉成活率最高的一个时期 很多花卉都可以通过千叉来繁殖 就好比这个金枝玉叶 还有三角莓 茉莉花 茲子花 利格海棠 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植物都可以通过千叉来繁殖 那么千叉繁殖的时候呢 就少不了这个生根粉 前几天呢我又拍了比较多这个千叉繁殖的视频 就有一个花友说这个生根粉 买回家之后不知道怎么用 总感觉它的效果不好 其实生根粉主要有两种用法 都能够运用得当的话 它的效果呢是非常粗暴的 第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生根粉兑水之后 把这个要扦插的枝条放到里面泡一泡 就能够让这个枝条它的生根速度更快 给它泡了生根粉之后呢 能够提升这个枝条的这个生根速度 所以呢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 我们把这个擦碎直接放到这个 已经兑好的生根水里面 给它泡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直接给它浇到这个 这个扦插的器皿里面 它这个盆土就会含有非常充足的 这个促进根系生长的有效成分 这些植物在扦插了之后 它的根系呢就能够更快的长出来 所以呢这些生根粉虽然好 但是呢方法用的到位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不要拿着生根粉觉得它一点作用没有 其实呢要方法用的到位才能够让它的根系生长的更快 一些植物在用了生根粉和没有用生根粉 它们生根的速度和生根的概率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 就比如说我们扦插的这个利格海棠 如果没有用生根粉的话 它的生根概率大概是50到60左右 如果给它用了生根粉泡了之后再给它浇的话 这个生根概率大概在90左右 这就是它们的差别 而且它们生根的速度上面也有一定的差别 如果不用生根粉的话它生根是需要一个月 如果用了生根粉那么只需要20天 这就是它们的区别所在 春天扦插植物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给它浇上一些生根粉 或者是给它泡一泡这个生根粉 能够让这个植物它的生根速度更快 长根的概率更高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